这三行是这两行就读资料 读到一个串列 这三个东西是我们初始化变述 因为我们后面会希望 把这个串列里面的东西分割之后 分别放在ABCD 然后抓到最高分跟最高分是谁 然后所以我们就避开 第一避开那个第一个低笔资料 那个栏文名称就避开 所以我这边要自己print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print它里面的东西 并且分别把这个里面的这套切割 sprit之后的话放在例子二 然后分别例子二里面的话 那例子二里面基本上呢 就是这个就是例子二里面的零 一二三 这个因为后面三个是数字 所以转型append 不过这边我们会多几个东西 就是逻辑判断 这个这一段这一段这一段 这三段里面主要是判断 国文英文跟数学到底谁是最高分 把最高分的那个成绩留下来 并且把那个人的那个人的名字留下来 会写成这样 不过后来我就再斟酌了一下 我发现这样一看就觉得 好像这边有没有办法让程式写得更精简 后来我想到一个方法 在那个什么呢 我们前面有讲过 其实你在云端上面可以看一下 云端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最上面会有一个表 这个表里面各位可以看到 其中有一个叫index 有一个叫什么 有一个叫max 这两个取得最大值 那我不是可以吗 max刮斧把b放进去 那就取得b的最高分了 那index是查出 它在哪一个位置 那我可以用这两个 是不是可以找到最高 找到最高分了 那是谁 那怎么写 所以如果你要把这个改写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逻辑如果不要 这个逻辑也不要 所以马上可以删掉九行 感觉就清爽 但问题你要怎么做 第二个最高分是谁 其实很简单 max 把b怎么样 放到max的后面 这边刮斧一下 max 把串列放进去 最高分就得到了 就是意思就是 帮我找到什么呢 找到b欄这些资料里面 哪一个最高分 就八十分 对 但问题是 它的名字叫什么 所以我势必要先知道什么 它最高分 它的索引值是多少 所以这边我可以用b 所以这边我可以怎么 特别重要 这边我可以用什么 用b这个list里面 帮我查一下 点index 在这个list里面帮我查什么 查最高分的它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你可以把b 点max 然后后面跟它讲说 帮我查一下这个最高分 那它就怎么样 就帮你查 查的方法就是 这里面查哪一个最高分 这个地方应该丢八十给它 所以它回来 return 回来的话 就跟你讲说这个位置是零 因为从零开始 它的index是零 所以这边的话 我输出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底下这些先mark 给各位可以看一下 知心 这个说我看一下 打错了 打错了 这个1 index 然后给它查一下 它recent回来跟我讲说 那个位置应该是零 有没有 意思就是第零个 那如果说我要抓那个名字的话 诶 名字在哪一栏呢 哪一个list呢 在a嘛 所以其实很简单 你就外面在包什么 a 中瓜谷就好 包在哪里呢 包在这个外面 意思是说查完之后 它就a 查到最高分 那个是位置在零 那因为呢 我们其实是要找什么 最高分的隔壁这里嘛 所以有没有 就是同一个index 就是啊 那就ok了 所以特别需要 这边的话 如果你不用刚刚那个方法做逻辑判断的话 基本上 这边底下都一样 我可以怎么样 c 一样吧 max 把这个c查出来 其实就是把那个max刮鼓一下 就是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查到那个c里面最高分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查那个c里面最高分 那个人是谁的话 那第一个你可以说c里面的话先点index 先查一下 刮鼓一下 跟他讲说查什么 所以c里面帮我查 查什么呢 查最高分那个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复制过来 ok 他回来的话 假设是哪一个我看c栏的最高 最高还是这个 所以一样回来是零 那我如果要取得他的位置就这样 那他的名字的话就是a的 什么呢 最 这个 这个 的位置 他就抓过来 就把那个名字抓过来 那d也是一样 意思类推 所以这边的话 一样就是把这个丢过来 然后这边小瓜鼓一下 这样的话呢 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不用写刚刚那九行国旗 然后可以让程式突然 变得比较精简 ok 点index 然后瓜鼓 怎么奇怪 一点一点 然后把这个拖拉过来 ok 然后外面再包一个a 的哪一个 所以中瓜鼓加一下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大公告 理论上如果没打错的话 突然瞬间清爽很多了 有没有 这边不用判断了 九行就不见了 ok 其实程式当然一定只会越写越精简 不要越写越复杂 不过关键就是你会不会用index 如果会的话好像简单多了 那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结果会不会是一样的呢 执行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应该没问题 不过你会发现 我本来以为 奇怪怎么都刘小花 是不是我搞错了 后来我发现我切过来看 还真的是刘小花最高分 但如果你觉得 假如说你觉得这样怪怪的 不然你就把这边改个分数 把刘小花分数改成比较低分看看 比如说我这边不要是他最高分 看看会不会真的换的 如果换的应该 表示这样应该是正确的 这边改成35分 ok 然后执行一下 诶 有没有 啊 是我读的档跟那个我现在改的档 还是我 我这边是不是 最后要把它save 然后把它试一下 把它存档看一下 诶 有了 丁小宇了 换人座了 张永华 张永华 ok 好所以这里的话 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关键的地方 就是把刚刚的逻辑 改成用index方式去述 画面先还给各位 这一招其实还蛮多地方很受用 因为如果你会用的话 程式突然瑞减很多 不然的话你又要在那边写一个逻辑判断 把最高留下来 可不可以这样写 可以 因为以前我们写java啦 写c 写c 就常常用那样的方法 可是我 主要原因是因为 java没有 java里面 我记得好像没有index 所以就没有办法 用这么简单的方法 如果有index 那当然可以用 所以你就要想说 它里面有没有哪些function 可以拿来用 如果可以 那就程式可以简化 如果不行 那你只好用 逻辑慢慢判断吧 ok 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个程式有时候其实需要一点点时间去揣摩啦 然后也不用特别去背它 所以 基本上我们精简完之后 程式就只剩下20行 就把这个报表给搞定 ok 所以其实当然 谁 写程式一定会喜欢写越短越好 没有人每次 因为一个事情做完 一个程式写完 突然发现哇 程式怎么写这么多 像我的习惯 第一个就一定要看有没有地方 还能够让它更短 一些些 所以你会发现我为了要缩短程式 像我就把本来 我初始化那个串列本来要写四行的 就写一行 有没有 然后底下这个也是一样 本来要写三个变数 变成Bmax等于0 Cmax等于0 Dmax等于0 三行 其实你就写一行就好 ok 那后面的话呢 最高分是谁的那个 B name C name D name 也可以写成一行 ok这些我觉得都是 需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这些当然你不这样写 程式一样可以run 可是这样写的话 好处就是 程式看起来就清爽 当然 我第一个我自己写程式一定要 一定要清爽 ok 所以追求就是程式 越短越好 ok 所以这是一招 另外的话呢 可以利用什么 index 去找到最高分的那个的所影值 套到A的串列里面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不用逻辑判断 又少了9行 ok 看看还没有更 还没有可以更少了 如果可以你就改改看嘛 不过应该20行已经够少了 因为我们做这么多事情 才写20行 而且你会发现喔 那个Python真的在赌档 真的我是觉得这一点应该是 已经没得 其他语言没有办法比你 就是他两行就赌档完成 剩下就是利用串列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2个经节的版本 刚刚是第1个版本 第2个版本 两者的差异 可以稍微比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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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